今天我们先来听德彪夕最早的一首成功的作品 叫《牧神武后前奏曲》 这首前奏曲来自一首诗歌 象征主义诗人玛拉美的《牧神武后》 诗里面写道 林泽的仙女们 我愿她们永生 多么清楚 她们清而淡的肉色在空气中飞舞 空气却睡意从生 莫非我爱的是个梦 我的疑问有如一堆古叶的暗影 终结于无数细枝 而人是真的树林 证明孤独的我献给了我自身 德彪夕一直很喜欢象征派诗歌 她在巴黎的时候结交维尔伦 兰波和波德莱尔 甚至有评论认为 德彪夕写的不是印象派音乐 而是象征派音乐 象征主义艺术有些特点 比如说偏向主观表达 不喜欢直接呈现现实 以多艺的强有力的象征 来暗示各种思想 二十世纪艺术中的原始性 宗教神秘主义 颓废 色情 复杂微妙 和很多的不正常 都是来自象征主义艺术 德彪夕的音乐 精致幽静 而玛拉美在诗中歌颂自然界的万物精华 典雅中含蓄着智慧 令德彪夕一见如故 后来玛拉美成为德彪夕一生中最重要的朋友 德彪夕常常去玛拉美家里 在罗马街的沙龙 他只是安静地倾听 很少发表言论 但每一种新的观念 都会在他心里激起漩涡 我们继续来听这首诗歌 这是一首常诗 他到底在表达什么呢 他写道 木神啊 幻象从最纯净的一位水仙 又蓝又冷的眼中 像泪泉般涌流 与他对照的另一位 却叹息不休 你觉得宛如夏日浮过你 羊毛上的河风 不 没有这事 在寂静而困倦的昏晕中 凉爽的清晨如玉抗拒 既被暑气窒息 哪有什么潺潺水声 唯有我的炉底 把和弦撒向树丛 那仅有的风 迅速地从双管炉底往外吹送 在他化作一场汉雨 撒遍敌音之前 沿着连奏纹也不动弹的地平线 这股看得见的人工的灵感之气 这仅有的风 静静地重回天庭而去 那么这首沐神舞后 到底写的是什么呢 首先呢 在希腊神话中 沐神是掌管树林 田地和羊群的神 名叫潘 于是人们管他叫沐神潘 这个沐神潘长得半人半兽的模样 他的头和躯干是人形 而腿脚耳朵又像山羊的 据说呢 这位沐神非常好色 经常躲在树丛里面偷看美女 等他们经过就上前求爱 据说沐神呢 还是一位音乐的祖先 传说他擅长吹奏 西方最早的乐器 排销 有一天 沐神在树林里面 追逐一位美丽的仙女 仙女飞奔 跑到一面湖水之前 走投无路 只好众生跃入湖中 化作了湖中的芦苇 沐神看着湖水非常伤心 他采摘湖中的芦苇 制成排销 每天吹皱着 失恋的哀伤曲调 而这首沐神武后描绘的是 沐神的另一段爱情故事 有一天 午睡 沐神梦见自己和女神维纳斯 共度春宵一刻 亵渎神灵是有罪的 当他正要被处罚的时候 居然又昏沉沉地睡着了 所以呢 这是一个梦中之梦 还是一个春梦 那么问题来了 音乐要如何描绘春梦呢 这大概是所有艺术门类中 属音乐艺术最擅长的 尤其是德标系那样 带于感官之美的音乐 擅长的 1894年12月 沐神武后在巴黎的 阿尔考特音乐厅举行首演 听众热情高涨 掌声欢呼如潮 让指挥家不得不当场重演了一遍 沐神武后是德标系第一首成功的作品 他第一次尝到了成功的滋味 我们在这首沐神武后里面 听到了熟悉又陌生的音响 一开始出现的那个 阴晕暧昧的声音 来自长笛 如果熟悉长笛 也许会觉得这里的声音有点怪异 因为长笛呢 是一种高音乐器 总是写在总谱里面的第一行 他的高音嘹亮乐耳 发音轻松 而他的中低音区是模糊暗淡的 也很难吹响亮 但德标系呢 就是故意让他吹中低音区 大概呢 他喜欢那个暧昧而慵懒的音色 觉得非常性感 所以我们在这里听到这个长笛的声音呢 觉得又熟悉 又有点陌生 还有一个特点呢 就是平时在乐队里面 演奏主旋律的弦乐队 我们知道弦乐队呢 是传统管弦乐里面的最主要的乐器 用来演奏主旋律 在这里呢 这个演奏主旋律的弦乐队呢 基本用来演奏颤音 正音 他们退到了音乐的背景中 主要用来营造气氛 让一种暖哄哄的空气 在暗暗的传递 弥漫 这跟传统音乐就不太一样了 听到这里我们就会发现 德彪熙在音色写作方面 做了很多革新 和传统音乐不太一样了 而这里的旋律 和我们之前听到的浪漫派 和古典主义也都有所不同 比如说传统的旋律 是清晰的 流畅的 而这里的旋律 是音韵浮动 没有方向的 如果在传统写作里面 你写出这样上下浮动的曲调 可能作曲老师是会批评你的 觉得你这个曲调 没有方向感 犯了漫游症 但是呢 在这里我们听到了 德彪熙他要描写的 就是浮光掠影的感觉 在这里呢 我们好像听见 沐神还没有醒来 他还在梦境中 而他的情欲 是来自月亮和潮水的牵引 可以明显地感觉到 这样的音乐 和我们之前的浪漫主义音乐 完全不同了 他没有主观的感受 他的句子是不确定的 好像每一句都带着问号 好像在探寻什么 寻找什么 犹疑不定 但是呢 又非常的美 有一种捉摸不定的美妙 后来呢 诗人马拉没听了 也非常激动 他对年轻的德彪熙说 你的音乐 让我的诗歌熠熠生辉 但这样的音乐呢 让我们想起了 二十世纪初的 一时流文学 我们在每个年代 文学 绘画 音乐 都会相互交叉 影响 往往呢 各种艺术潮流 最后才会在音乐中出现 好像是一种 总结 他让我想起 二十世纪初的 一时流文学 想起 马赛尔普鲁斯特的 《追忆逝水年华》 普鲁斯特呢 自小生 哮喘病 哪儿也去不了 只好坐在家里 写了一部 两百多万字的小说 叫《追忆逝水年华》 一共有四千多页 大家可能都知道 他是治疗失眠的两药 连普鲁斯特的弟弟都觉得 想要把这本书读完 必须得生一场大病 或者摔断一条腿才行 那他为什么写那么长呢 因为普鲁斯特喜欢在小说里面 回忆 幻想 心理分析 假虚假意 玩萌太奇 或者吐槽 所以他一个失眠之夜 就可以写四十页 一顿下午茶 就干掉一百九十页 德标系的音乐 和他的写作一样 犹疑不定 他是时间的主人 时间在他们手里 可以倒退倒回 可以慢尽头 恍恍惚惚的前后倒错 有的时候一天 好像是一生 有的时候呢 一生仅仅只是一天 因此呢 记忆就变得迷离而哀伤起来 他们都好像在寻找时间 和记忆的秘密 他们对眼前的自己 既不了解也不信任 于是呢 在记忆和纷纷的感触中 重新认识另一个更真实 更隐秘的自己 好 接下来我们就再来听一遍 这首德标系的 《牧神午后前奏曲》 他非常的精致迷人 却是二十世纪音乐中的 革命之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